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杜峰 第四天了 為什麼又吃章魚燒呢? 采BB 三半采推介 因為我想不到吃什麼 隨便吧 這間真的蠻好吃 今天將會和大家去到日本橋買玩具 不知道有什麼買的 因為都是二手買取的多 新的就不用來日本買 香港也買到 看看尋寶有沒有古董 或者之前的怨念物 可以在二手店裡再買 好 吃完章魚燒 出發了 其實蘭波走過來這邊 不是很遠 我在深宅橋邊走過 十分鐘左右走過 千日前的商店街走過的地方 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開始有些抽業員 老抽的感覺 開始見到一些遊戲中心 看到Gundam 夾娃娃 賣電腦 PC專門店 外面走前一點就是黑門市場 今天不過去 我推介大家可以吃這間 這間很棒 這間TOKYO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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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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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買賣 樓上這裡 嘩 但是那些鹹碟 你怎麼賣二手呢 一隻碟 黏黏 兩隻碟 AB碟黏在一起 拔不開 還要大家不要忘記 一隻碟中間有個洞 嘩 那個洞來做什麼呢 不知道 嘩 看到犯罪 聞到犯罪的味道 好 我們先去到第一間 這個叫做空想的機械館 咦 原來都是Zungle 先去到這間 近一點 似乎就是 買一些機械人的東西為主 合金雲 無形那些都似是 對 可能照顧一些鬼佬 而且大部分的店鋪 都是 無形為主打 Gundam 那些殺了 嘩 不過 多得太 有些眼花撩亂 因為這間店鋪很安靜 所以我都不說話了 好 好 第一層的Gundam Lobot 1 Metal Build 那些 再上一層是什麼 這個我都未來過 這個新的 我早幾年來沒有 或者Zungle已經擴張到這樣 那這層就是工具 模型工具 嘩 這些是 合金雲 之前 大家討論到很高的 GX-100 第一把合金雲 大空魔龍 解鍵 69,300 Yen 即是 三千多元 跟香港差不多 不過 這些合金雲 老實在香港 都 不是說 十分值錢 都不會特地去到日本買 價格又不是特別好美 嘩 真是不要開玩笑 你真是來到眼花 都不知道哪裏 看起來好多 神經病 嘩 勇者系列 黃金勇者 很多 很多合金雲的 交街角 都是15,000 8,000 太多了 暫時都拍到這麼多 再上第三層 就是這個 Kid Toy Corner 小孩子的玩具 又是甚麼呢 好 好 然後 我們去到對面 這個 是Jungle的本館 機閒 那裏 我們看完 拉打 戰隊 都在這邊 這個大家一定要認識 這個就是Jungle 和大阪市政府 一起合作 創作的地方英雄 Sero Ross 是一個 維護交通安全的 交通警察 都很有型 有個邪惡版 暗黑版 好 我們進去 這裡是動漫 那些我看到很多聲齒 進來看到很多聲齒 還有 根玉人 根玉人 可能香港大家 沒有這麼熱情 但在日本 根玉人 是一個 家傳戶妖的 動漫英雄 我自己都喜歡看的 那時候 《玉皇朝》出的 漫畫版 我都有看 有追齊 相當之好看的 漫畫 這邊是 《咒術回戰》 這個館是動漫英雄為主 好 《鬼滅》 接著 《我英》 《我的英雄校園》 《少年針》 《龍珠》 全部是少年針的 好棒 16號 7,700円 這麼貴 但有些人說 這隻配合 AcerTrap 17、18號 才適合比例 因為16號是很高 很大隻的 以前 這裏上去 是那些 12寸Action Figure 總之都是那些 特攝東西為主 但現在變成了 成人玩具 我不上去 因為出不了街 被人黃標 紅標 總之告訴大家 二樓就是賣 鹹收玩具 成人香玩具 對面就是機械人 這層 是動漫英雄 嘩 我嗅到犯罪的味道 大家請看看 嘩 特攝啊 一盆 桿啊 嘩 嘩 我的天 全部是Ultorama 這些是CCP系列 嘩 超人吉田 A-Type 之後 Poward 都很有型 這邊 全部都是空心膠系列 這裏的空心膠 我看過的價錢 又不是便宜 過百貨公司很多 這邊 也有今年的最新超人 Rutamont Dagger DX玩具 英雄勇將那些 Ultra Rebecca 都很齊 不過價錢 也不算太吸引 也很貴 好 接著有鎮店之寶 Diner Super Gus 的制服 咦 22,000日圓 又不算太貴 如果是官方東西的話 值得玩 另外這邊 淋淋淋淋淋的食物 咦 五十男準事 親筆簽名 另外這邊 大家最關心的 Acer Chef 以及Ultra Art 的Ultorama 公仔 我熟過的 價錢 都比香港還貴 哈哈 真是一般 反而沒有 都很想要的 Ultorama A-Type HF 我找了很久 這裏都是沒有的 之後踏進了 這個 無面超人 Command Lider 管 進來已經看到 一大堆 武盒 DX 玩具 墳墓 似乎這個櫃 是大家之前很喜歡的 無面超人 Saber的專櫃 有些DX 有盒和沒有盒 都齊全 都在這裏 很搞笑 明明是Kids的角落 但不知為何 電視是在播放 這裏 這邊比較窄 因為它連戰隊的玩具 DX 機械人 都塞過來這邊 變成拉打和戰隊的東西 都在一起 這邊是比較難找的 現在拉打和戰隊的玩具 已經放在一起 我想應該是太多人 會來這些地方找東西 正如我之前在日本東京這樣說 所以其實 那些存貨都不是太多 以前是全個上層 都放在特殊玩具 現在多開兩間店 一邊是拉打 一邊是戰隊 戰隊DX 就放十年都不值錢 所以算了 那些DX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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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er的一大堆 都沒有人要的 我們那一把 中國限定版 中國限定版 暗黑劍 它有Re-Ping過 這把蠻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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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正的 這把蠻正的 本條戰刃 和川上行平的簽名 這把蠻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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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萬4千 這把蠻正的 因為DK式限定 這把蠻正的 這把蠻正的 這邊有一大堆 無眠超人的DX腰帶 那些 之後呢 SIC 也有 少少 也不算很多 有一部份 SIC的 二手玩具 對啦 人我最開心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這些地方 撿這些 DX 它沒有了 包裝之後 其實它沒事的 它也有檢查過 是 用到的 嘩 瘋了 880日圓 WARDS 這把蠻正的 這把蠻正的 寫到明 動作確認 即是沒有問題 走到的 沒有跌 不過裡面是沒有電池的 是壞就壞 不是壞就不是 很均真 不過也是那句 可能太多人會來撿東西 找東西 已經少了很多 嘩 簡直就是 鎮劍之寶 嘩 超大把牙狼劍 這些是那些 冷碗英雄的東西 有電腦黑魔 電腦奇俠 嘩 這個Metalrita機 很棒 不過是沒有人的 人和工具 都是零售的 嘩 世界忍者戰 子拉爺 秘密忍者屋 不過那些人 都是零售的 除了子拉爺 一個之外 其他全部的忍者都零售 都知道沒那麼好死的了 嘩 我自己很想要這個 尼多斯帝國的基地 超人機 嘩 好棒 不過那些全部都是紙摺的基地 嘩 那些人全部都零售 只有基地 嘩 這樣 那些入口全部都是紙摺的 嘩 但是這個是紙摺的基地 沒有人的 對 所以賣6,000日圓 這個3,000日圓 即是三百多元 十幾百多元 不過可惜沒有人的基地 這個店員有很多解釋 譬如說 這個是屬於C級的 一是沒有兩條腰帶 因為我想換一條成人版腰帶 上淘寶搞定 所以它是缺件 然後沒有盒 然後解釋一大輪 所以大家來買一些二手東西 都不用擔心 他們都很明碼實價 講足壞定不壞 差什麼 所以大家放心 好 第一單 之後我們去第二間 好 對面有一間挺搶眼的 路中心 Hero研究所 但是我和鴨哥都很不喜歡這間店 因為它那些東西一來就很貴 基本上 如果你有留意玩具的價錢 你會覺得瘋子 是瘋子的價錢 價錢的貴度 加上店員的態度就很不友善 經常覺得你會偷東西 一看到你是外籍人 或者你是一班人進去 他就找店員在你後面 不斷跟著你 不斷趕你走 這間店的態度是很差的 所以我不推介 亦都不打算進去拍 進去拍 肯定是當我賊 哇 秋田縣地方英雄 初尖Liger 那套鴨 反光 是的 很漂亮 頭盔 主要就是說 這間店在等著你 在你家裡沉睡的寶藏 叫你拿家裡的東西來賣 總之他高價收 不常的意思 熱疏機 快點拿你家裡沉睡的寶藏 裡面大概是這樣 都是二手 然後是格仔舖 進去看看 這些都 來不少找到寶藏 不過要很浪費時間 慢慢 逐格逐格地看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走這些格仔舖 有些辛苦 不過這間店我都有點印象 因為我曾經在這裡找到 山本彩的帽子 都很珍貴 因為我起碼未見過 在這裡找到那頂帽子 好 剛才這裡就是Jungle 再向前走 大家看到黃色招牌Kidland 那裡也是很多好東西 然後去Kidland之前 走過有進河屋 大家應該都很熟 我們經常笑這間是垃圾屋 因為它擺一些東西很亂 很雜的 都挺髒的 不過可以進去走個圈 底層就是 買一些遊戲 一些二手買賣 再上去 這裡我經常上去 因為上去就是賣那些 CD 以前經常找NMB AKB 我採BB的CD 都會來這裡找 看那些二手碟 好 女性IDOL 關聯的GUD Anime影像的Softo Anime CD 40億的國團 人氣都大不預算 剩下這個角落 這裡我經常來找東西 現在NMB的東西剩下很少 好 NMB Gain 那 NMB冠名的電視節目 不過這個我上次來大阪都買齊了 一二三 嘩 我BB全盛時期 多可愛 短髮 好 到了 Kidland本店 嘩 大裝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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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燈 來宣傳 XHF 阿士多拉 好 假的阿士多拉 對超人 超人 兄弟 找尼奧擋招 Jagby Wise 還有舊一號 嘩 舊一號 好漂亮 老式田家人 還有EVO Trigger 嘩 這些模型 現在獨霸天下 周圍都是買GUNDAM模型 被BANDAI霸佔了 不過這樣力帶 GUNDAM擺在這裡 都好駕駛 好大隻Guide King 又是宣傳那隻 100號合金雲 嘩 這東西弄得很漂亮 不過 好 一樓就是賣一些 GUNDAM的模型 Character Figure Character的模型 之後那些都是賣工具為主 鐵道模型 那我們看一樓就行 工具都應該沒什麼興趣看 嘩 這個拳頭 很困難 這個是誰的拳頭 嘩 可以 records 好 我聽到 了 好 做到 攝影 融合 做到 現在 有 好,這間店主要,哇,刺繩成一間店是 譚哈斯雷神專門店 SHF,FIGGA MINI,GUNDAM UNIVERSE,MG模型,合金雲 全部都是TAMASI LATION,那些產品 這邊就是LOBO雲 這都是見慣見熟,在香港經常見的東西 神經病,這是一個模型海 喜歡砌模型的鯉,真是鯉到大鑊 這支店大니다 然後就是STARWAR 對ul,SARWAR系列 這支店 Night TAMAC 這麼蠻 закон的東西 都給咋平,不過這些東西都到大便 истории男友的食感 有一個專貴的 packed 是神奈利安,絕對無敵,電腦冒險技 自己的專櫃,是神奈利 然後是KITLAND的旁邊 現在多了一間Manda Laga,來日本橋這邊 之前我和大家講過 我會去美國街的Manda Laga 原來這間橋已經搬了 就是搬到這裏,神經病 走多一、二、三、四、幾步 然後就有一間Manda Laga 很想要的,X Plus的7 價,舊版 19,800 日圓,即是一千港幣左右 還可以退稅 買! 這間Manda Laga有點失望 剛才增高很多 有很多,有些細小的地方 這間店 還有應該是很不夠地方的 拉打、戰隊、機械人 有些空心、浪膠 全部都放在這一層 所以就很亂 很難看 上一層 看看 一樓有點辛苦 因為實在太壁 太夾了 而且東西都很雜亂無將 很不夠地方 上來二樓 二樓是做什麼的? 嘩! 嘩! 不過很亂 放在這裏 和駿河屋有得廢 嘩! 一樓的頭小到瘋 這些古董的收藏為主 這是... 嘩! 英道一號 嘩! 三千元 可能被子已經 熔了 爛了 Burokesagiru 電腦奇俠的波士 因為這隻東西 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 所以 那些 布料或衣服 可能會劣化 有機會破損 寫在這裏 又是那些 皮衣服的東西 可能會裂掉 嘩! 特色的參考書 超傳集 或者什麼細節的英雄 都有 大家自己慢慢找 多到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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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盒 其實就是這樣 有五本細細的書 小時候 我的姑姐 她去日本旅行 她又不懂什麼叫 毛面超雲 知道我喜歡 就隨便 好像在百貨公司 買了這盒給我 我是很開心 這五本書 我小時候看得很難 看得很解體 但是最後 搬屋被我媽媽扔了 我好像很生氣 3,300日圓 如果主要來日本橋 我就走 剛才那幾間 我拍片快拍而已 如果我趕來 我慢慢逐合看 逐合選擇 那裡至少玩過半天 還有一間 我上次是自己不膽 不撞 發覺是很厲害的 嘩! 在這裡了! 在這裡了! 就是這間 Toy Sayer 為什麼這間 這麼厲害呢? 其實它在隱世街道裡面 很隱蔽 但是呢 我經常在Twitter裡 看到一些特色的明星 會來這裡打卡拍照 嘩! 門口你看到很多 演員的照片 裡面有很多簽名 英雄照片 甚至乎穿著皮套拍照 很多珍貴的簽名照片 甚至乎是阿厄淺佬 之前說找了造型師 幫他製造一隻Black 這裏還有一隻 叫做未上色的版本 有阿厄淺佬 這隻Black就上色了 有一隻是原帽未上色 放在這裡 但是很可惜 全部都不要拍照 不給拍照 包括那些簽名照片 其實都不能拍照 但是很快的 我可以略一略給大家看 大家如果來到日本橋的話 可以來這裡自己 來朝一朝聖 看那些簽名照片 看那些明星 集友都值回票價 這間自己來看看 前面白色招牌 那條街就是Mangki Mangki Mangki轉進來 第二個街口轉進來 就是了 很容易找 好 剛才那間 Toy Sayer 來 走走走走走走 走前一點 這裡有一間 Melong Park 這間又是很棒的 就是蜜瓜包 超好吃 尤其是有一個Ice Melong Park 即是雪糕的 好味道黏了 我每次走完一定會吃 這間店 嘩 正到瘋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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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 超香奶味的 Oh My God 包脆薄薄 雪糕 冷到瘋 冰火 嘩 好香奶味 雪糕 好棒 吃完美麗的麵包 之後 轉過來這邊 又有一間 小小的 都是賣精品 東西 很順和的店 小小的店 買些食碗 景品 那些東西 因為幾年沒來 都有點變化 又幸好這間 Melong Park 還沒收拾 又要唱歌 好笑 一沒客人就唱歌 好 通常會這樣走回心齋橋那邊 對呀 其實心齋橋不用坐車 走到來到 走十多分鐘 很快 車都節省 好 這裏有一間 Feggatoi Gutsu 這裏又有一間進行屋 這裏很有老抽的感覺 又有一間獸屋 然後這裏 遊戲戰隊 又是賣二手玩具 卡 嘩 又是進行屋 這裏真是賣景品 做老本行 Kinotorigari 吃雪糕、甜品 吃燒雞、炸雞 都是亂走 我自己最主要是走 剛才外面街的幾間大街 如果有走路 大家有其他推介 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裏是賣動漫 動漫書 影碟的地方 還有這裏有一間 賣美國玩具的東西 幾層都是賣美國玩具 以及賣恐怖玩具為主 因為裏面是不給拍攝的東西 不斷應一應 門口給大家看 有興趣 美玩 恐怖玩具 恐怖角色的那些 可以過來自己看一看 裏面都挺漂亮的 裏面都挺漂亮的 讓我先戴多次頭盔 因為我自己 來到日本橋的行方 可能大家有些 凍凍了 或者大家 還有一間更正 或者漏了 漏了 有幾間還未走 不妨在留言 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 和分享給朋友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這條 逛街買玩具片 暫時是這樣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變成 短暜 字幕視頻